最近这两年,美国的拜登总统与其他国家的总统收拾在开会时 七大工业国的领袖或是北约内土在开会 共同社民都会再加一条 台湾海贴的荒变和温柔 是全世界经济繁荣不可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是现在的全球共识 因为世界没台湾不行 各位乡亲,拜登总统就任以来所签的第一个贸易协定是跟谁签的,你们知道吗? 就是台湾啦 现在国民党都说一直在说九月共识 他们三十几年来就说一条而已 我们社会是要往前看的,对吗? 我们怎么可以拿三十几年前的主张来面对未来的世界 台湾没时间在那里浪费啦 我们强化自己的实力才不会去给人寄负 所以我们的建设不能在那里浪费时间 那会一定要过半年,我们的国家才能稳定 我们的建设才能进步 大家鼓励、鼓励、鼓励 就是不然说台湾可以更好 今天的《公安时报》就是头版条 就是台积电离开桃园农坛后 他们重新要选址 这就是嘉义官,这就是婚姻官 这边的话,我就要拜托我们的副总统 台积电的选址,我觉得是如何? 因为在云丽县后选业是农业首都 但是我们缺乏一个大型的开发案 所以我们为了区域平衡、城乡差距不要太远 让我们平衡的时候有很多就业的机会 年轻人比较离乡背景,去到外面 既然台积电的时候,那里选址 而且未来的话还有下一批 我觉得这一批的话,应该落脚在云丽县 在包中产业园区,我们有265公顷 所以我们的包中产业园区,现在虽然是环平 所以如果环平很快速过,那么厂区赶快开发 刚好跟台积电的选址这个时间点的话,是不其他契合 所以我们是不是请副总统协助我们一下,好不好? 台积电的话,未来在选址的话,请美金帮我们帮忙一下 让台积电的话,可以怎么办?落脚在云丽县 这样好不好? 不信用甘心来台湾,为啥? 在台湾